美国及其北约盟国在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攻击事件后几天,在阿富汗发起了军事行动。 将近20年来,估计丧生16万人之后,许多美国人说他们对战争已经失去耐心,希望看到所有的美国军队返回家园。 欧亚集团基金会最近的一个民意调查发现,大多数美国人,无论倾向民主党还是共和党,都支持特朗普政府支持的阿富汗内部和谈。 谈判于9月12日在多哈展开。 在谈判之初,国务卿迈克·蓬佩奥说,美国军队有望在2021年春天前从阿富汗全部撤出。 自从2月和塔利班签署协议以来,美国已经将该地的驻军减少到8600人左右。 欧亚集团基金会的民调发现,去年以来,认为在击败全部敌人之前,美国应该停留在阿富汗的支持者已经减半。 从30%降低到15%。 在接受调查的美国人当中,较年轻的美国人对许多人视为无休止战争感到疲惫。 他们赞同外交更胜于军事部署,赞成美国总统直接和对手打交道,并呼吁扩大参与全球事务。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乔·拜登说,他支持阿富汗撤军计划,但希望五角大楼在那里留下一小型军事力量,以应付阿富汗战后恐怖主义的任何威胁。 美国之音记者赛内华盛顿报道。